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林股評教授 我是林育凱 我就說過現在的行情 跟去年前年已經不太一樣了 去年前年是怎麼樣 它就是一直往歷史新高 衝衝衝 現在的行情其實回歸平淡 回歸常態 常態的行情就是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所以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今天的台股 下跌192點 首雷公黑黑棒 比較關鍵的部分在於說 它今天再一次的把16000點 給跌破了 收在15963點 可是說跌破也沒有跌破很多 36點左右 其實大概幾分鐘就可以漲回來 對於現階段的行情 我先來幫你下一個定義 因為行情看起來 沒有太大的火花以及激情 可是不代表不好操作 所以有這八個字我送給你 海面不動 暗潮汹涌 海面不動 暗潮汹涌 也就是說你看指數的感覺就是平淡無期 也許它就在16000點這邊 先做一個短線的震盪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可是當中卻會蘊藏太多賺錢的機會在其中 這個我們留著晚一點講 我們先把大盤看完 漫漫的台股 其實雖然今天有把16000點跌破 可是距離這一個底部的區間 其實你會很明顯的感覺出來 如果我們把它分成一階一階來看的話 這邊算是一階 這邊創高之後這邊又是一個未階 它已經有一個脫離底部的 這樣子一個企圖心 它也目前試圖的在16000點這個地方 找尋支撐 站穩腳跟 就像我講的 其實16000點以下的台股 本來就是龍困潛攤 真的是龍困潛攤 它有什麼理由要這麼弱 它其實沒有道理這麼弱 為什麼台股應該要15000多點 這個如果以科斯托蘭尼的主人與狗 六狗理論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狗嚴重落後主人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從殖利率也好 從本益比的角度來看 其實現在的這一個位階 都是最具備投資價值的時候 如果我們就整體的環境來看 2022大選之年 剛好又遇到非常在意股市 這項政績的執政黨 其實它也具備政策上的優勢 從基本面來看 其實我們不得不看一個數據 今天我幫大家來補充一下 外銷訂單 這個我們是每個月 都會追蹤的一個數據 我們看到最新的外銷訂單 四月份的公布了 訂單下滑 終結 兩年多以來的這個連紅格局 終結了連25紅 可是看似是一個很負面的新聞 可是我們講過 外行看熱鬧 散戶看標題 散戶看到標題就先被嚇飛了 就算知道外銷訂單是下滑的 是衰退的 我們也要弄清楚原位 所以這一則新聞 其實你去看它的內文 它有蘊藏幾個訊息 來 我幫各位直接列出來 來 第一個 為什麼衰退 外銷訂單的衰退是因為 中國大陸為實現清零政策 大規模封城所造成的 外銷訂單的衰退 是因為中國大陸停工 所造成的 第二點 來 統計處處長黃宇林補充 外銷訂單雖呈現衰退 可是四月出口是正成長 主要因為訂單是出口領先指標 外銷訂單減少 重點是海外生產基地影響 可是國內維持正成長 訂單衰退 出口仍然是正成長的 因為主要是海外 海外的廠房的影響 可是國內 咱們國內 因為我們沒有封城 我們沒有停工 所以仍然維持正成長 所以這兩個資訊 兩個訊息 講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大陸停工 兩個資訊都講 是中國大陸停工 可是這兩個資訊 又帶出另外一個訊息 又帶出一個訊息 也就是說 現在你所看到的 四月訂單519億美元 看似衰退的這個數據 其實已經是最糟糕的數據 這一個數據 已經等同於是最糟糕的數據 未來只會越來越好 因為第一個 中國大陸不可能停工一輩子 不可能封城一輩子 現在封城已經封到 上海快要暴動了 官逼民返了 我一直在講說清零 清零叫做是不可能的任務 Mission Impossible 你以為你是阿燙哥嗎 一直在清零清零 因為變種病毒的傳染力 就是這麼高 你中國大陸人口又多 你要怎麼清零 很難清的你知道嗎 而且現在誰最怕變種病毒 保險公司 今年保險公司賠死 真的是賠死 其實去年跟前年 疫情的這個經驗告訴我們 就算疫情很嚴重 了不起每天500人600人確診 就了不起 就很誇張了 這個是屬於疫情的前半段 我們去理解到的事情 保險公司的理解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敢去收那種 五六百塊1000塊的防疫保單 然後一賠就賠5萬塊10萬塊 殊不知到了今年 到去年年底 整個病毒一變種之後 確診人數可以瞬間 從幾百人跳到幾千 幾千再跳到幾萬 然後可以每天都好幾萬 講一個我身邊實際的故事給你聽 我的保險業務員 其實我跟他認識很久了 他就跟我講說去年他賣了 差不多50份左右的防疫保單 50份 因為收也收不多錢 坦白講就幾百塊1000塊 到今年 一半的客戶確診 50個裡面就25個 一半客戶確診 賣一份500塊 確診賠5萬塊 你看保險公司會不會賠到倒閉 但不會真的倒閉 賠到這個很慘 賠到慘兮兮 500換5萬 好不好 100倍的收穫 所以這個就是保險公司 當初錯估形式 推出這樣子的商品 導致一連串不可收拾的後果 保險公司的保單 它是屬於賣出去了 保單已經賣出去了 它回不了頭了 我賣了 我當然我只能陪你 我了不起現在開始停賣 可是你已經是我的客戶了 我不能說我不賠 我還是得賠 保險公司是回不了頭 中國大陸 你當局可以回頭 你可以不要清零 你可以調整防疫政策 你還在清零 你清得完嗎 所以各位 政策早晚會調整 政策早晚會調整 停工早晚會復工 既然你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數據 是受到停工影響的外銷訂單 它是最差數據 那麼接下來是不是只會越來越好 最後回到台股來看 來 各位 很多人說台股會是因為 下降趨勢線也好 月線反壓也好 5月19號才會下跌 昨天才會開高走低 今天才會繼續跌 昨天節目當中我說過 針對這種純技術面看法 我不反對 因為的確在現階段的這種行情 市場是缺乏信心的 市場缺乏信心 對於壓力就會比較敏感 一旦缺乏信對於壓力就會比較敏感 所以很多技術面的障礙 均線也好 什麼趨勢線也好 其實很容易受到它的牽制 因為太過敏感 所以這邊仍然會尊重一下 所謂下降的趨勢線和月線 可是尊重不是說 當它碰到就要往下殺盤 並不是說一定得殺下去又怎麼樣 只是說它需要更多的時間 去累積上漲的動能 因此針對台股接下來的方向 我認為會傾向於以盤待跌 接著蓄勢待發 以盤待跌蓄勢待發 這個八字真言 同時昨天我說過 一定要行情很好才能賺錢嗎 一定要行情很好才能賺錢嗎 I don't think so 只要你能夠看出盤面下的暗潮汹涌 只要你能夠掌握個股的脈動 市場的方向 就算指數沒有大漲 照樣有辦法可以賺錢 下半段我們就來好好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看該怎麼做 能夠賺到錢 休息一下 上半場我為台股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 我說海面看似不動 實則暗潮汹涌 如果說你是喜歡水上活動的朋友 可能會有類似的經驗 有時候水面上看起來風平浪靜 可是當你游過去發現 水面下是有暗流的 是有漩渦的 游進去之後怎麼游都游不走 或者說像海邊 海邊上很危險 之前有一個很有名的影片 有一個衝浪手 衝浪手它在衝浪板上等浪 也是一樣風和日曆的 沒什麼狀況 可是會有這種空拍機 空拍機從上往下拍 從空拍機的畫面 最後其實回過頭來發現 有一隻鯊魚 在浪板底下游來游去 好像隨時等你掉下來 就要把你剋掉 保餐一頓 其實這個就屬於現在的狀況 海面看似不動 實則暗潮汹涌 台股目前大概會在 1萬6千點的這個位置 我們知道震盪震盪震盪 以盤待跌 因為它需要一點時間 來去消化月線 所造成的這個反壓 短時間之內 我強調短時間 短時間之內 你可能不會看出指數有太多的激情 可是台面下就不一樣了 該漲的股票還是會繼續漲 賺錢的機會還是一波接一波 那選股呢 其實我們強調過很多次 在現階段 在現在的這種行情 一個基本邏輯 強於大盤 底底高 強於大盤底底高 再來進出廠的依據 我也給你一個方向 去年行情很好 你可以靠自己 可是如果說 你也認同 今年的行情操作的難度 確實已經提升很多 你很難去掌握到 所謂的買點跟賣點 你也可以交給電腦 好不好 我們的AI操盤軟體 谷天樂 也會是一種選擇 八大保證 不論說你過去 有沒有使用過軟體的 一個經驗 我相信多數是不好的經驗 可是透過我們的八大保證 我相信你是可以 有一些疑慮 你是可以消除的 最近市場的資金 有一個特性 它其實都集中在 交通工具身上 尤其是車 船之類的 例如說 昨天才剛剛創新高的 東哥遊艇 昨天它創歷史新高 達到199.5元之後 有一個上影線 今天隨著盤勢影響 下跌五個百分點 可是東哥遊艇這檔股票 雖然今天大跌 大跌又怎麼樣 因為其實這檔股票 從過完年 二月初開紅盤以來 我們始終是不離不棄 每個禮拜 我都拿它出來講 每個禮拜我都拿它出來講 不論說是二三月 我們的操作主軸 黃金買點 我告訴你 找到黃金就有買點 找到黃金就有買點 找到買點你就有黃金 找到買點就有黃金 這個分享過非常多次 又或是四月底五月初 我們開始改變戰略 我告訴你要找底底高的股票 結果東哥有沒有符合底底高 同樣也是符合底底高的股票 所以你會發現一檔好的股票 你在任何時候 用很多不一樣的選股策略 都會選到一樣的標的 東哥遊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實在基本面的部分 我也講過很多次了 訂單已經滿手了 去年的獲利也很驚人 其實如無意外 今年的獲利也可以比去年成長 至少兩成到三成以上 這是東哥遊艇的部分 因為今年的產品 毛利率會更高 所以這檔股票 也是我們持續 所看好的一個標的 昨天創歷史新高 碰到200元靜觀情趣 今天再做一個小小的拉回 多頭結構沒有改變 剛剛講過說 現在比較沿著交通工具走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最近的電子股能夠比較走強的 往往是電動車相關的 例如說我們有一檔 也算是代表座 經典代表座提威西 各位各位看官 在這種行情之下 連續九天創新高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連續九天創新高 真的就很誇張 股市中有一句話 譬如說哪一種股票最強 不是漲停板最強 是漲不停的股票最強 你會發現提威西 就是屬於漲不停的股票 以前它股性很溫和 就慢慢漲 溫溫漲 可是它就是漲不停 它就是漲不停 你看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天 連續九天創新高 而且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常常會看到上銀線 黑K 上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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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長的上銀線 可是一直給你上銀線 上銀線 讓你感覺漲不動了 可是隔天就繼續創新高 就繼續創新高 所以各位 這檔股票 除了說它真的走出一個 跌破市場眼鏡的走勢之外 這檔股票也算是送給 觀眾粉絲最好的禮物 因為好不好 我們是在五月十號 五月十號 我就公開做分享提威西 為什麼要畫兩個圈圈 因為我告訴你 它是底底高 底底高的股票 從五月十號一路到今天 你看一下當時20.2元 今天27.6元 到今天為止 五月十號到今天都還沒有 五月沒有走完 36.6個百分點 36% 有的時候說你當初看我節目 覺得說提威西好像還行 你丟個100萬進來 到今天為止 不到一個月賺36萬 這種行情你手上有一檔 36%的股票 能漲36%股票算很強了 如果說你是我們古天樂用戶 更誇張 更誇張 真正實踐到 不用行情好 照樣可以賺 其實各位 我再次回顧一下好不好 從四月到五月 從四月到五月 台股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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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古天樂 教你怎麼樣把握提威西 這個講過很多次 雙箭頭 橘色箭頭 代表買進訊號 這個是技術面的轉牆 趨勢的轉牆 但是籌碼轉牆了沒有 當下還沒有 動能轉牆的籌碼還沒 所以在這一天的轉牆 我們只做佈局單 佈局單 這一天是在 四月十二號做佈局單 接著過兩天 四月十四號 籌碼轉牆 三線一新的格局達成 這時候進加碼單 四月十二號 十八點三元進場 這一筆賺五成 五十點八個percent 加碼單 四月十四號 十八點五五元買進的 四十八點七個percent 下一家 九十九趴 九十九趴 差一趴 我就當作它翻倍了 各位翻倍 這種行情四月到五月 賺翻倍 兩筆單翻倍 你能想像嗎 當然今天其他的 電動車族群表現就沒有那麼優異了 同樣的 來 茂蓮 今天也是一樣 殺一根長黑K 又來挑戰季線了 雖然說這幾天 他的確是在季線上下 陣陣蕩蕩來來回回 表現沒有很好 可是我們把格局放大來看 他從今年以來也是一檔 其實跟東哥遊艇很類似 沿著季線往上持續 去做墊高的一檔股票 只要他季線沒有被正式做跌破 我認為多頭趨勢都沒有被破壞 另外一檔也是今天回檔幅度 稍微多一點點的同志 同志間跌幅來到四個百分點 可是因為他昨天才剛創新高 而且是連續兩天的創高 今天剛好也遇到台股的回檔 所以做一個正常的回測 我覺得這個都是正常現象 多頭格局同樣沒有被破壞掉 同時今天我們可以來看另外一檔 車用概念股 這個叫做地保 各位地保在這種行情之下 連續三天創新高 其實是很強的 頗有當初的提維西之風 可是其實這檔股票 你也許之前不會注意到它 所以你沒有發現到 竟然它也是一檔底底高的股票 它也是底底高的股票 今年最低在三月 次低點在四月二十七號 這邊以為好像有破底 其實沒有 五月是沒有破底的 次低點就落在四月二十七號 條件對了 條件對了就噴出去了 就噴出去了 這檔股票不算太熱門 可能講到地保 你只認識小S住的地保 不認識這一檔 它不是營建股 它不是那個地保 它是做車燈的 做車燈的 可是我說過 不論是熱門股冷門股 你只要交給古天樂 鑑定一下 它就有辦法幫你找出 最適當的切入點 地保其實操作邏輯是一樣 這邊有沒有看到雙箭頭 雙箭頭可是籌碼線還沒有翻多 所以做試單 布局單 布局單這一段賺19.3個百分點 接著到這邊三線一新達成之後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地保 5月16號做加碼單 加碼單這一段賺16.8個百分點 兩筆加總36% 又是一個36% 5月12號技術面轉折出現 第一筆單敲進去 5月16號三線一新確定 加碼單再壓進去 這個時候 來 同一時間 5月16號 在這個位置 我們如果把它稍微這樣子挪一下 你會發現 直到5月16號以前 你會想要買股票嗎 你看地保你會想買它嗎 你看得出任何起漲的前兆嗎 完全沒有 可是你用古天樂火眼睛睛一掃 他就是幫你看出 後續會噴出 這些你看不到的 古天樂看得到 這些你看K線賺不到的 古天樂帶你賺 端端幾天36%就有了 再來看一下 可成 來 各位 可成今天什麼行情 今天什麼行情 今天大跌行情 可成還在創新高 我必須講這檔股票 它雖然不是漲非常多 但是我認為它真的是 也算是我上半年的代表作之一 像我之前講的 可成在創新高這一天 突破兩個月的僵局 創新高這一天 全市場都在討論它 可是漲完隔天大跌 大跌半更這一天 大家都閉嘴 我沒有可成 我沒有可成 無恥 什麼樣的分析師 值得你尊敬 看到他大跌 你沒有對他避之唯恐不及的 這才值得尊敬 看到他大跌 看到他大跌 你有沒有看到 來這一天 5月11號 跌4.5個百分點 看到他大跌 看到他第一季財報 看到他4月營收不好看 仍然堅持到底的分析師 那天我來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我告訴你股票為什麼這樣走 我告訴你底底高 不會是偶然的 可成就是底底高的股票 它怎麼會走弱 我分析大股東 我分析主力的心態給你聽 因為我要證明給你看 邏輯正確是可以賺錢的 有沒有讓你賺錢 有沒有讓你賺錢 沒有嗎 當大家在這一天看到財報不好 紛紛把可成賣出 大家都說在這一天買可成的是傻子的時候 不好意思 行情告訴你 你在這邊賣掉的才是傻子 那快篩族群也再次提醒你 今天全部都大跌 昨天都破底 都一樣 亞諾法 瑞基都一樣 要麼破底 要麼大跌 千萬不要不甘心 不放手 我公開在節目上分析過很多次 當便利商店買得到的時候 就是它行情準備終結的時候 好不好 早在5月中我就提醒過你了 該賺的這一波 我們要賺 該華麗轉身獲利出場的時候 也要懂得謝幕下台 Say goodbye 好不好 空訊早就出現了 你反手放空的都能夠賺錢了 但是絕對不是買 絕對不是買 這一大段我跟古天的5月中 早就提醒過你好多次 都是你能夠可以避開的 好 那再看一下 時間有點趕 台陽今天亮燈漲停板不得了 營收這麼強本來就沒有一直跌的道理 只是說現在59塊4 基本面都還沒有完全發酵 有一點可惜 最後看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分享過的幾檔股票 今天其實都算跌 可是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耿鼎今天跌 立凱今天跌 凱玉今天跌 可是古天樂有沒有請你賣出 今天都回黨 你不知道怎麼辦 好慌 到底要不要獲利了結 不用 很簡單 問問古天樂 古天樂有沒有叫你賣 耿鼎目前賺36% 不用賣 三線一星強力分出 立凱目前賺24% 需不需要賣 不用 三線一星強力分出 凱玉呢 凱玉我本人好不好 布局單加碼單兩筆加起來也賺六成多 有沒有出現賣出訊號 沒有 沒有就獲利虛報 就這麼簡單 一句話都沒有 他沒說話你就不用賣 輕輕鬆鬆 做法明確 那再看最後一檔 金采科 今天也創新高了 今天也創新高了 之前也是公開分享的 可是這邊一度有來個震盪 可是同樣的道理 震盪期間跌的時候 古天樂沒有叫你賣 你就不要賣 你不要賣不就等到今天的創新高了嗎 好不好 布局單56.8% 加碼單42.8% Mamma Mia 既提維西之後 又是一檔要分貝的股票了 要翻倍 好不好 要翻倍的股票了 那我再次強調 16000點以下的台股 叫做是龍困潛攤 所以市場最好的機會 就是當你見到15的時候 今天我們再一次見到15963 這是一次短暫的機會 我不會告訴你說 幾天之內台股就會飆到 什麼1萬7 1萬8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當行情只要簡單回穩個 一兩百點 兩三百點 又會出現很多漲三成 漲五成的股票 今天我就準備好一檔股票 好不好 把握我們最後的反彈特工隊 今天加入反彈特工隊 明天就買 這檔股票三成 五成的機率 我認為很高 好不好 一樣透過等一下廣告的專線 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或者加入我的LINE 這個like可以和我本人 我們的研究團隊 做一對一的線上互動 線上的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